Final Walkthrough到底要看什么 地产经济在offer的最后 通常都会留一个看房条款 就是房子在交接的等待期间 可以有几次的看房的机会 一般我们会预留两到三次左右 因为建议所有的买家 无论有几次看房的机会 都要在房子交接前一天 做一次Final Walkthrough 这一次看房对于买家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能够跟卖家对房屋问题 进行协商的机会 当然有些问题 虽然交接之后 还可以通过律师再解决 但是那个沟通的成本可就大多了 而且非常容易产生车皮 交接之后 再让卖家做一些工作和修补 根据我的经验 成功的概率非常小 但是只要在交接前提出的问题 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咱们买家手里的 一旦房屋交接了 再想让卖家针对房屋问题进行赔偿 那这个过程就会非常的漫长 当然咱们这里说的Final Walkthrough 不是再来给房子做一次房检 主要是检查 卖家在搬家的构成中 出现的磕磕碰碰的现象 有时候连卖家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们要尽量利用最后一次看房 发现房子的明面可见的问题 那我们做Final Walkthrough究竟要看些什么呢 什么时间做Final Walkthrough是最好的 伊菲很明确的给您一个答案 交房前一天 因为这个时候通常卖家大概率都已经把家搬完了 很少有人会在交接当天才收拾搬家的 所以您在Final Walkthrough的时候看到的 就应该是您最后收房时候的样子 有的买家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 没有办法在最后一天来做Final Walkthrough 那伊菲也建议您不要提前太多天 提前几天或一周 卖家很可能还没有搬完家 也没有打扫完卫生 那您进去所看到的 也不是房屋交接时候的正常状态 即便是卖家在搬家的时候 对房屋造成了一些损坏 你也只能在交接之后再来威权 交接之后 你一旦进入到房子里 那个责任就很难分清 二 修复房检报告上的问题 在我们得到宴房报告之后 很多经济会就一些主要问题 让卖家在交接前进行维修 一般我们都是在交接前几天 要求卖家提供收据 或者照片给买家的经济 或者交接律师 但是伊菲还是建议客人 最好能到房子里实际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确实进行了标准的修复 毕竟修复和能用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在进行Final Workthrough的时候 您最好带着写好需要修补的清单 通常这份清单就是Amendment的这个表里头 根据之前谈好的卖家维修的项目 咱们一项一项的进行检查 卖家是否已经维修好了 还有些可能需要专业人士维修的地方 或者提供保修单的 最好咱们也能让卖家提供收据 咱们做好保存 比如之前伊菲有个买家 验房的时候发现家里有老鼠屎 交接的时候老鼠是不是走了 咱们也不知道对吧 所以我就要求卖家在交接前 提供他们做了Pass Control时候的账单 卖家向我们出示了有三个月 自保的Pass Control的收据 来确保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做Final Workthrough的时候 伊菲建议大家 顺手检查一下家用电器是不是好用 验房师应该已经检查过 咱们的暖炉和空调 但是家用电器这一项 验房师是不检查的 包括洗碗机有没有漏水 冰箱是不是好用 验房师是不包括这个的 但是我们一般在Offer里 会写一个保证在交接前 家用电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条款 也就是说 就算交接的第二天 咱们的家用电器坏了 那人家卖家都不会管了 所以检查家用电器 能否正常工作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过了交接日期 那就个安天命 即使交接之后第二天 咱们来看房 家用电器坏掉了 或者不工作了 卖家也有理由说 哎你这是交接之后坏掉的 我不负责啊 而且啊 咱们从谈Offer 到接受Offer 再到等待交接 一般至少要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您购买的房子里 是没有人居住的 那更要检查一下 空调啊暖气啊 是否能正常工作 咱们稍微调解一下空调控制器的温度 测试一下冷暖风 确保各个出风口都能正常工作 还有就是厨房的下水 是否通畅 厨房和卫生间的水盆下边 有没有漏水 这些都是重点检查的项目 有的卖家啊 之前有不好的做饭习惯 经常往下水道里倾倒油漬 如果有一段时间 咱们不用下水道 这些油漬很容易产生堵塞 接下来就是检查房子里的 家用电器说明书啊 车库的门钥匙啊 这些东西 有没有都给买家留下 车库是否能正常工作 总之啊 在您Final Workthrough的时候 检查的仔细一点 交接之后 咱们的麻烦就少一点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我们还需要注意看一下 当时在合同里要求留下的物品 是否按照咱们的要求 给买家每一样都留下了 大到沙发 小到墙壁上的挂件 卖家有没有留下 有没有以次充好 我们买卖房子 一般都是要留下家用电器的 可光是冰箱 就有600块钱的冰箱 和4000块钱的冰箱的区别 还有吊灯之类的 有极个别的卖家 亦非遇到过 在交接前 把大水晶吊灯 换成了普通的吸顶灯 把好的洗衣机 换成了便宜的洗衣机 当然这些情况很少出现 但是咱们多检查一下 总比到时候 事后诸葛亮来得好一些 第三个就是垃圾处理 这也是Final Walkthrough 经常会发生的问题 也是我们要预约 在最后一天的原因 亦非曾经听朋友讲过 他们因为时间的原因 没有来得及做Final Walkthrough 房子交接之后第三天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来收房 结果一开门 客厅里 卧室里 到处散落着 没有处理好的垃圾 衣柜里的臭袜子 卫生间里的破麻布 都没有收拾干净 来换了大房子的洗衣院 一下子就被消灭了 一般我们在写合衡的时候 都会加上一条 打扫卫生这个条款 在Final Walkthrough的时候 如果发现卖家有遗留下来的垃圾 咱们一定要及时和律师沟通 千万不能期待卖家会给你按时清理 一般的住宅 卖家留下的垃圾 最多也就是影响了您的好心情 您自己打扫一下 或者找个保洁阿姨清扫 也就算了 但是有些大型垃圾的处理 那您可是要损失真金白银的 举个例子 一飞以前有一个买农场的客人 咱们在做Final Walkthrough的时候 农场里还有很多的大垃圾没有丢掉 这些垃圾丢到垃圾厂 怎么也得上千块钱了 一飞拍了照 发给律师 律师马上加了一个条款 交给了对方卖家的律师 说如果交接的时候 这些垃圾还没有及时清理 咱们就要扣一万块钱 作为垃圾处理费 结果呢 第二天 这些垃圾就不见了 几个月没处理完的垃圾 就是因为Final Walkthrough发现的问题 人家一天就解决了 看来还是超能力 是最管用的 总结啊 卖家在搬家的时候 很有可能因为不小心 对房子造成了某些损伤 磕了墙了 碰了门了之类的 轻的可能就是在墙上留些小花痕 重的墙上撞个洞 也是有可能的 可能有些客人会说 哎呀这些小损伤 对房子整体而言不上大雅 但是如果您购买的是 两三百万的豪宅呢 换一个门 可能就要大几千块钱了 Final Walkthrough 对买家来说非常重要 在您做Final Walkthrough之前 咱们一定要做好功课 依非建议您 可以列一个清单 根据上面 咱们提到的几个点 一一检查核对 咱们做Final Walkthrough的目的 就是发现问题 有任何您觉得 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好都拍个照片 留个证据 发给律师 这边呢 要让您的买家经济 和卖家进行交涉 另一边也要和律师讨论 如何处理问题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比如墙上和地板上有刮痕呢 双方可以协商解决 通过合同上加些条款 或者请律师扣些维修的费用即可了 如果有很严重的问题 比如交房前 房子出现了严重的漏水 卖家还没有维修完 那买家可以要求终止合同 或者推迟交接 这个就要看您的律师 如何给您建议了 好了 我是一飞 一个您身边的地产经济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房产信息 请请跟我联系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